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有熟悉中共军队高层的知情人士近日向海外媒体看中国 证实坚真明与宋祖英之间的淫乱关系 并爆料中共军中三名最为知名的女人 比如宋祖英、孟哥和彭丽媛之间的微妙关系 知情人士Z先生对看中国记者说 他的一个同学家是总参的 在万寿路附近住 另一个同学家里是总政的 原来大院在玉泉路附近 所以他早些年就经常知道这些军队机关里边的消息 首先是坚真明和宋祖英的事 Z先生说坚真明因为宋祖英的关系 是真的老坚经常多次视察总政歌舞团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说经常去这样的一个单位 当时就被认为是很反常的一件事情 据他们大院里边的人说 宋祖英在歌舞团生活比较单调 原本经常到单位食堂打饭 但他和坚真明有了关系后 在食堂就看不见他了 等坚真明退下来之后 慢慢消失之后 发现宋祖英又开始去食堂打饭了 当时彭丽媛 孟哥和宋祖英一起住 宋祖英得失以后 坊间开始传闻他跟坚真明有了说不清的关系 之后就在大院 也就是总政歌舞团里边 就能经常看到宋祖英是非常的嚣张跋扈 因为宋祖英的弟弟有智力方面的疾病 在整个大院里边的人 经常会看到他带着他弟弟去食堂打饭 毕竟他弟弟有长疾 所以会有一些风言风语 宋祖英知道这些流言之后就大为光火 他处事比较高调 他因为有他背后方面前世撑腰 他会刻意的带他弟弟出来 有点现实宣誓主权 我就这么干怎么着 这样其实就是引起更多人的不满 包括他当时的同事 孟哥彭丽媛都是不满的 中共的高层就是这样 斗得你死我活 连女人也是这样斗得你死我活 风水轮流转 等到坚真明跟胡锦涛政权移交之后 就能明显的看到宋祖英没有之前那么嚣张跋扈了 这些都是大院里边的人说的 然后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低调 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的大院里边的子弟认为 坚真明跟宋祖英的关系应该是存在的 就是真实存在的 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来龙去脉的 你能看到他性格上的变化 都能佐证他跟坚真明之间的关系 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坚真明最早去中约电视台看晚会的时候 有传闻就说他筛给这个宋祖英一张条子 有事找大哥 当时就是传的非常的多 这个新闻 知情人Z先生说 宋祖英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丈夫很少和他同行 人们经常看到他和他的弟弟 或是他自己 有可能是两个人关系不好 有可能是他丈夫呢 感觉没有面子吧 说起来也是很好玩 这个当然了 谁会给戴了绿帽子 又拿坚真明没办法 只能是不跟他在一起 不跟他在路上出现了 谈到军队歌手中的三个女人呢 孟哥 宋祖英 彭丽媛 Z先生说 他们就是同事 互相之间呢 是有竞争关系 三个人呢 整个的背景啊 都是这个草根出生 大家都是从这个基层 这个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都不是那种光幻子弟 或者红二代 三二代的家属 就都是一点一点往上爬嘛 所以他们三个人 作为平民主义来说 就他们之间的第一是竞争 第二呢 就是互相之间都看不上对方 互相妒忌 互相看不上 孟哥也是作为总政的当红明星 在军队也有一定的地位 他比较瞧不上 攀附领导上位的人 当然他也是这样上位的 他本是李双坚的学生 后来成了夫妻 孟哥和李双坚的都是属于坚派 坚德铭非常喜欢李双坚 李双坚真正得失的时候 就是坚德铭执政时期 任先生说啊 彭丽媛和孟哥是有仇怨的 两人有过过节呢 是在十多年以前 在2008年左右 烟事搞改革开放30周年 这个活动期间 这是中共非常重视的烟事晚会 有一首歌呢 本来是彭丽媛主唱 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首歌大家可能都知道 当时彭丽媛是很有势力的 在军中 他的势力在地方 在北京呢 他的影响力还不是那么大 这个源于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但到后来在这个晚会上 并不是彭丽媛演唱 是这个孟哥 因为这个呢 他们俩是结下了帘子 就是有这个恩怨在里边 毕竟同事之间呢 是有竞争的关系 而且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来是彭丽媛的主打歌嘛 这样的话 彭丽媛就是 也是比较记仇了 这对他来说 个人的事业和尊严上 是不服气的 至于彭丽媛和宋祖英 Z先生说 他们俩的区别在于 彭丽媛人员比较好 宋祖英呢 人员很差 另外彭丽媛做事呢 比较低调 这个无奈彭丽媛这个记仇嘛 他把他的这首歌给他潜过去了 而且彭丽媛父亲呢 是文化馆的馆长 他还是比较有文化底蕴 而且他从山东的一个县城 慢慢的爬上到了总政 最后成为国家首脑的夫人 他也是有他的手腕的 Z先生说 宋祖英作为坚振民的情妇 说实话 他干于这个政治决策的能力 是没有的 他只是高层的王务而已 宋祖英不会三分点火 也不会干政 另外虽然孟哥和宋祖英啊 都属于监派的这个人马 但你也不能保证监派这个内部啊 他派系这个人与人之间 他不合的 父先掐斗来斗去 即便他们掐的话 但顶多都是口头上的一些不服气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这种的 但孟哥代表的坚振民派系 和彭丽媛代表的习近平派系一斗 就是要下死手了 就是不是嘴头 嘴皮子了 就是要下这个死手 有关坚振民喜欢李双坚 以及彭丽媛与坚振民结怨 此前呢 是也有报道 香港媒体真名杂志 曾经披露彭丽媛早年拒绝 现坚振民现役的内幕 报道称的军中坚派红人 李双坚与彭丽媛 曾有这个个人恩怨 在两千年春天军方艺术学院 四十年怨庆的时候呢 以著名校友 返校汇报为名呢 计划搞一个非公开的 现坚振民现役的演唱会 学院领导委托李双坚 请总政的彭丽媛到场 彭丽媛呢 以这个不是那里毕业出名的理由呢 是拒绝了 据称此事啊 是让李双坚是非常的尴尬 也让坚振民是大为光火 中共官场啊太烂 老百姓是看不透 这个里边的这个勾心斗角 你使我活的斗争实在是太厉害 在早前知名名誉人士 谭博乔爆料称啊 他认识的一名正部级官员的秘书 写信告诉他 彭丽媛和女儿习明哲和习近平 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已经正式分居 并且呢 拒绝在任何正式场合和习近平一起露面 习近平的母亲呢 同情彭丽媛的做法 中共中办呢 是多次找到彭丽媛做工作 但是没有成功 当然这个是没有得到证实啊 就在网络上有这种消息 谭博乔分析说啊 这或许和香港事情有关 去年中共对香港的镇压 是激怒了全世界 习近平女儿习明哲 曾经在哈佛大学上学 有很多这个香港同学和朋友 习明哲呢 非常同情香港的事情 这个是如果仍有正常思维的 像彭丽媛 这个事情有可能也是真的 因为他们 这个习明哲在海外接受这个自由教育 有可能会是真的这件事情 而这个彭丽媛和女儿一直很近 也就是关系很好 最后家庭内部协议决定的彭丽媛不在意 习近平夫人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 以后的事情呢 和彭丽媛是没有关系 等于彭丽媛和习近平是划清了界限 中共捡的就是决裂划清界限 这个呢 当然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从一个人的正常角度来讲 因为习近平现在所干的这些事情 正常人是无法理解的 他不只是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在很多事情上 他现在走的都是 往这个毛泽东那个方向走 闭关锁国 那你想在彭丽媛 他也是从基层上来的 而且这个习明哲 他是受过海外这个自由教育的 这个他们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从刚开始呢 习近平还有点 像这个走改革开放 抛弃中共 那现在他已经完全左转了 确实他们也不显背这个历史责任 那么这个呢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也咱们也没有 得不到证实 只能是这么一个猜测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启明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希望大家转发订阅 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